好 各位观众 中华队出战亚洲杯曼蕾赛 捷爆不断 除了预赛四战全胜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对手 在决赛也就是冠军战 跟强敌菲律宾碰头 一个半局连续打出三支拳蕾打 拉开差距 最后就以8比2 6分差赢下比赛 也顺利拿到这次的冠军 亚洲杯比赛按照规则 会送出三张年底世界杯会内赛的门票 中华队理所当然晋级到世界杯 对于中华健儿来说还不能松懈 接下来的半年将要卯足全力 希望能在世界杯也拿下好成绩 对于这次比赛 总教练唐晨浩表示 除了选手在落后时不放弃 打击方面有成品学不断开轰 投手李泽顺则是强心脏 再搭配北市大的女垒球员 大家互相配合拿下五连胜 也成功把中华队 把台湾的慢垒推向国际 以上是我们掌握资讯 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